歡迎大家又來到周庸周圍講節目 我們今天有些甚麼話題 在大家聽之前 我要告訴大家 今天我們是講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你是罵林鄭月娥 我又不是想講到罵這個字 不是說你是藍還是甚麼顏色的東西 其實我們今天是希望討論兩件事 第一就是林鄭月娥 今天和今天的香港和2021的香港 大家有些甚麼可以看到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們想講的 就是在意識形態上 香港現在今天去到這個位置 藍的、紅的、白的、黃的 我們為何分了四個顏色 黃的大家不用說 是不是都反的 是不是 那些黃的也都開始散了 散了一堆 就去了英國 跟著下來都會慢慢多人走 我相信都是這樣的情況 紅的大家明白 藍的甚至白的 白的意思是甚麼呢 就是普通香港人對政治冷感 這班人又怎樣看香港 這個大家值得看看 我們藍的、紅的 是否一定要支持林鄭 應該怎樣看 這個在意識形態上 我都想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究竟你是香港人 無論你是哪個顏色都好 對著目前香港的困境 可以怎樣看 但這個可能 這個時間上 我們留下一集我們先講 今天我們講甚麼呢 其實我想講就是 林鄭月娥今天所面對的問題 我相信是在二十三年來 特區成立之後 比任何一個人都更加差 董伯伯腳痛之前 其實是很多人在罵他 但董伯伯都還有些人支持他 但是林鄭 我們都是藍營、藍絲 你和那些人聊天的時候 十個人有十個都是在罵他 林鄭過去這六個月 犯了甚麼錯 我們面對的問題 2021又會是怎樣 簡單說 2021將會是一個 沒有甚麼希望的開始 首先我們講講疫情的問題 大家都見到現在發生的疫情 一天還是七、八十、八、九十 甚至過一百 都是有這麼多 但最危險的地方就是 每天都有幾十宗 三、四十宗 即是沒有來源 沒有來源代表甚麼 即是又是有些新的症 可能又在爆 這個是危險的東西 疫情現在去到甚麼 大家應該怎麼看 我們用回政府當局的數字 大家會明白到 我們現在身處甚麼環境 如果我們說回我們是第四波 我們是第四波 當它十一月二十日開始 到剛剛還有半個月 就到2021 有多少單個案 是二千一百多單 目前有多少人在醫院 特別的地方就是 有些人可能是很輕的 入了醫院 記住差不多一個月 可能兩個星期就可以出院 目前根據政府的數字 在醫院的人數是一千一百二十六單 是好是不好 不會說 但我們看一個數字 香港有八百多間的負壓病房 即是如果你嚴重 你一定要入了這個負壓病房 目前有六百七十幾個住 佔了八成左右 即是甚麼 還有百多間 即是如果再多百多間 即是嚴重的 香港的負壓病房就用完了 好了 那負壓病床 不是一定在房間 有一間房間兩個人之類 負壓病床 就千多張 但現在一千二百三十五張 就有人在睡 七成四 即是如果你把兩個數字一比較 香港有八成的負壓病房 已經有人在住 病床有七成多 也是在睡 即是換句話說 我們所剩下 即是去面對這個疫情 即是的爆發 不是多 如果我們現在又說 每一天是七八十單 甚至去分一百單 那即是多少 三幾天一個星期 就可能掃了你 如果我們看回未來 即是十二月 下半個月 和2021 大家有沒有犯法 可以 即是你希望一件事 你有沒有辦法去相信 即是第四波 已經去到尾聲 如果你不相信這件事的話 即是香港未來 接下來 在疫情方面 所面對的問題 是大的 那有什麼解決方法 我不知道 即是香港可不可以臨時 還可以 蓋多些 即是負壓的病房 負壓的病床 來安置一些病的人 那接下來 我們還有多久呢 即是大家要這樣看 如果我們去看 香港最可能 接下來最可能發生的事 就是什麼呢 今次第四波 這次第四波 是雙位數字 至三位數字開始 我們要想一下 我們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究竟是多久 我們才平息 歷史告訴我們 我們做得很好的 其他工作 都是三至六個月 可以按下 如果是三個月的話 十一月開始 十二月 一月、二月 去到二月底 才是第四波 可能慢下來 還要我們做得好 如果不幸運 六個月 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五月底才停 你說香港還要捱多久呢 如果我們要看回 林鄭錯在什麼 最錯的是什麼 我現在告訴大家 我們最錯的地方 就是九月的時候 九月一日的時候 我們開始 即是香港 疫情的檢測 不是全民 只是得了一百七十八萬人 有檢測度 我們想回當時 政府死都不肯全民檢測 或者強制檢測 發生什麼事 如果我們看回 當日在九月 有一百七十八萬人檢測 有四十六個陽性 最後找出來 有些是雙倍 那些不好計 是只有三十二個確診 如果我們當日 是強制 一定要所有人都做了的時候 我們可以猜到 大概數字上 計算出來應該有百幾個 即是百二百三 或者不超過百五人 就是陽性的 我們找到出來 那我們就清零 如果九月清零的話 如果我們又做得好 跟著做得好的話 那發生什麼事 第四波是不會發生的 明白嗎 香港清零之後 就沒有了今天第四波 這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檢測完 一百七十八萬人檢測完之後 我們覺得 可以了 鬆手了 放了 而令到我們在十一月二十日開始 就是第四波爆發 第四波爆發人數 比第三波更多 如果我們根據這個數字去看 九月、十月、十一月 當它都好像靜下來 然後就彈上去 我們現在在想 去到今天一個月 數字是爆到七、八十單 甚至一百單 或者降下來少少 還要大家捱多久 是否都是幾十十鐘 直至到一月底、二月底 才會平靜下來 如果是這樣 香港還有多少力量去抗疫 假若我們不幸運 二月底才真正第四波平靜下來 香港是怎樣 我們不要說疫情 我們相信香港都應該有辦法 有國家幫助 有其他方法 可能立刻做一些負壓的病房 之類都可能頂得住 但經濟我們怎樣頂 如果我們看回補就業 就是六個月 就是每三個月 六、七、八、九、十、十一 當時做的時候 很可能都是覺得 六個月後 香港應該沒事 所以我保住這六個月 我就沒事了 如果到九月的時候 可能特區政府托大的時間 就說不怕 九月我現在有百多萬人做了 我又不用強制 我做不到強制 我還有三個月 去到十一月 到時應該沒事 但想不到你有第四波 現在第四波開始了 而十二月已經是 補就業完結了的第一個月 只是第一個月 未來三個月至六個月 再有沒有補習熱核武 熬不熬到呢 現在更大的問題 就是現在那個辣焦 政府對抗疫情的辣焦 是比九月、十月、十一月更加嚴謹 現在接下來十二月、一月、二月 國泰、香港航空、很多食肆、執子 他們是執子 如何捱這三個月 香港經濟上如何捱 還有沒有補就業 政府說沒有 問題就是現在才進入 疫情最危險的六個月 最厲害的六個月 所以如果說特區政府錯的 大家看得很清楚 就是九月沒有清零 如果九月清零 第四波可能是沒有發生的 因為清零之後 我們一定要捱得緊 好了到現在 我們是不是要捱緊 我們更加要捱得更加緊 接著捱緊的時候 疫情亦都爆發 你告訴我 未來三至六個月 香港怎樣捱下去 經濟加疫情 說到這裡 大家很清楚 一定就是林鄭的錯 有說本來應該上去北京述職 現在都押後 押後為何呢 說你要先搞定 或者說你香港疫情很厲害 你不知道會不會上去惹到國家領導人 就是很多不同的說法 但是大家都明白就是 這次特區政府 還有沒有好像黑暴時代 有兩個奇蹟出現 第一個奇蹟就是鄧炳強的奇蹟 盧偉聰退休 鄧炳強接任 即刻打 這是第一個奇蹟 第二個奇蹟是國安法的奇蹟 這是國家做的 跟特區政府的關係 我想是國家推得很厲害 所以發生了這件事 這兩件事 將黑暴禁了下來 但是今天 還有沒有奇蹟出現 還有沒有奇蹟出現 救到香港 我們講完這麼多的時候 大家如果聽過分析 大家明白到今天我們面對的問題 最錯的是誰 特區政府 最錯的是特區政府誰 林鄭月娥 如果我們要繼續講下去 紅黃白藍 香港人怎樣看 我們留待 即意識形態上 黃營好、紅營好、白營好 黃營是不是都反的 沒有什麼關係 究竟應該怎樣看特區政府 怎樣看林鄭 我們留下一集 專門講講 意識形態下的香港 無論你的政治取向是怎樣 你應該怎樣看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 我們去看 不見 回想想